來 來 走進屏東萬藍 這處不起眼的果園 裡頭種的作物 你可能從未看過 林太太 這個就是可可果 對 怎麼長得這麼像木瓜 很像 沒有 我沒有看過 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這個是熟了沒有 這個熟了 已經熟了 對 因為這樣黃色的就是熟了 像這種就是還沒有熟 這沒有黃 要黃的 對 要這樣黃 是黃色才熟 不是… 是黃了才熟 對…像這個都熟了 這個也熟了 這幾個都是熟的可以採了 可以 只生長在熱帶區域的可可果 是製作巧克力的原料作物 目前全世界約有七成的可可豆 來自非洲 而這個對台灣人來說 很陌生的作物 在屏東就有種植 對 這個就是熟了 對 很可愛喔 滿重的耶 對啊… 好像木瓜喔 也很像那個苦瓜 對… 對啊… 好可愛喔 很可愛喔 所以它剖開 它剖開還是敲開來 敲開都可以啊 用敲的喔 所以裡面是會有好幾個可可豆 對 整排可可豆 對 因為它巧克力的原料就長這樣 對… 這比較大顆裡面的那個豆子 也會比較多對不對 對 也比較大 要讓可可酥結果不容易 平均要種植五到七年才有產出 但在台灣高坪地區 有利的天候條件下 兩到三年就能採收 很多人吃過巧克力 但是不知道巧克力 它原本的材料長怎麼樣子喔 看到這個長得非常像木瓜 又有點像苦瓜的這個果實 其實就叫做可可果 那到底它要怎麼處理 我們請巧克力達人 華人來告訴我們 它其實基本上 我們要把它敲開來 然後把裡面的果肉 挖出來發酵 所以就要準備一隻鐵錘 我們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是整個可可流傳帶 最尾端 所以我們的可可已經混種 然後混得很均勻 所以我們的風味 巧克力風味做起來 其實也很平均 然後很平衡 那相對它就也可以發展出 很多種不同的 巧克力風味的可能性 那這是我們的優勢 七十一年次的許華人 2015年才踏進巧克力的領域 他是全台第一位 取得國際證照的巧克力品見師 在尋找在地食材過程中 他發現家鄉屏東 竟然有種可可 而且有著屬於台灣的味道 國際的乾豆平均價格 一公斤大概在兩塊美金而已 那台灣的話是大概在25塊美金 我們的其實成本是比較高的 因為畢竟我們是在已開發國家 然後土地勞工成本都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也給農民合理的報酬 而不是像傳統的這些殖民者 在不管是非洲或是南美洲 是剝削土地 剝削農民 那也才有辦法去用這麼廉價的 價格去銷售巧克力 儘管台灣在地的可可豆 生產成本高 但這沒有讓許華人放棄 不但在屏東創立了屬於台灣的 巧克力品牌 還引入近年來風行的冰廚房 產地到餐桌一條樓 我們的成本畢竟真的太高嘛 那我們也不想要再去走回頭路 就是剝削土地或是剝削農民 那所以我們就不斷的在技術方面 去突破 去超越 包含在發酵的技術 在乾燥的技術 在烘焙的技術 或是甚至調味方面的創意 在我們做很多事情 都是全世界的巧克力界 從來沒有人做過的 所以我們才被稱作是 巧克力界的NASA 有餐飲背景的許華人 把甜點當作菜 他嘗試將台灣在地食材 融入可可 櫻花蝦 馬告和台灣茶 都是店裡的招牌口味 它裡面佐料很多 對 有櫻花蝦 台灣小蝦子 小蝦米 小孩很喜歡 小孩應該很喜歡這種味道 味道很特別 因為我們桌上都有放一些 就是我們從屏東一上來的可可果 那其實不管是歐美人 日本人還是台灣人 其實都沒有看過像這樣的可可果 那這個是新鮮的 那我們就會給他看像這個 然後都可以摸一摸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 我們巧克力的一些製作的過程 那他像這個我們就會跟他說 因為滿多人不知道說它是怎麼 對 咱怎樣怎麼做的 因為這個Beam to Bar 這樣子的巧克力的做法 發展到目前在世界上 其實大概也才十年的時間 全世界大家都還在摸索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做才好吃 它的可能性 它的市場在哪裡 要怎麼跟消費者溝通 這麼新的東西 那我們最後選擇了 走了這一條全新的路 一個未知的領域 那也很幸運的是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受到大家的認可 然後得到獎項的肯定 堅持Beam to Bar 來自台灣的福灣巧克力 從2017年開始 年年包辦由巧克力界奧斯卡獎 之稱的世界巧克力大賽多項掌牌 期中這款沒有加料 最樸實無華的台灣一號巧克力 62% 甚至拿下2018年世界大賽 五面金牌的蔬柔 它的風味就帶有類似葡萄乾 榛果 杏仁 奶油 香草 這些很細緻的香氣 但是相對的它的這個很平衡 很優雅的風味 也很適合跟其他的食材 去做結合 所以我們又用很多的 台灣在地的食材 去做了所謂調味的黑巧克力 它味道很香 還有可可果的香味 對 我們這網絡網絡 對 抓的 對 抓的 還有它的一本清晨禮物 想要台灣巧克力 可以做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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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巧克力能有這麼多層次的 特殊風味 關鍵就來自這道發酵程序 把可可豆和酵母具 放進木桶裡封好 在恆溫空調下醞釀出好滋味 而為了讓發酵更順利 許花仁父子還在發酵室 擺了這項法寶 新鮮的花 新鮮的果 然後一杯水這樣子 這邊有很多可可的滷船在那邊跳 幫助我們發酵 很棒耶 因為它很有趣喔 就是這個牌子 可是歐洲的祭司來看了之後 叫你要派他 就是他在感受巧克力 真的喔 他看得到就對了 對 他看得到 市面上在吃的巧克力 可能90%是沒有發酵過的 它就是直接拿去簡化 然後榨出可可脂 然後做可可粉 然後等到要做巧克力之後 再把它還原回去 所以那個味道會恰到很長嗎 它的味道就很平 然後就是苦苦的 然後有一點巧克力的味道 大概就這樣 創味才短短四年多 這家MIT巧克力品牌 以用獨具特色的台灣風味 在世界舞台打響名號 2019年9月 更從台灣最南端屏東北上插旗 進駐台北101 在貴位設計上還特別花巧思 用一顆顆顆顆果相成牆面 他們也想要找一個台灣最知名的地標 然後可以跟全世界的朋友來溝通 台灣有這麼好的巧克力 台灣是非常好的巧克力的生產大國 以台北101當前照戰 許華人的目標是要讓台灣的巧克力 打進國際市場 運升為一線品牌 因為有這樣子的環境的不同 我們才找出了各種發酵的 關鍵變化因素以及各種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才在目前發酵這個技術來說 在世界上其實是領先的一個地位 把劣勢轉為優勢 鎮港台灣味將繼續 是橫掃世界的巧克力女孩